新冠肺炎的疫情发生以来 当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特别是我们全国的医务工作者 奋力拼搏 全国的各行各业都给予大力支持 所以正像您刚才讲的 疫情的防控工作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疫情的形势出现了积极向好的趋势 我们概括的讲设 可以称之为四个下降 一个增加 还有部分省份零报告 像这些几个话来概括 第一个下降是新增的确诊病例总数 在逐步的下降 全国每日新增确诊病例 从2月12号最高峰的 你看15152例 下降到了2月20号 也就是昨天的900例以内 这是第一个下降 第二个下降的是 全国出湖北以外 其他省份 每日新增确诊病例 从最高峰2月3号的890例 下降到2月20号的300例以内 就是258例 这是第二个下降 第三个下降的是 是湖北除武汉以外的 其他第四 每日新增确诊病例 从最高峰2月12号的1404例 下降到2月20号的400例以内 这是第三个下降 第四个下降的是 武汉每日新增的确诊病例 从最高峰的2月13号的3910例 下降到2月20号的400例以内 这四个下降 还有一个增加的是 2月18号起 全国新增的治愈出院病例数 快速增加 就是这条红线 我开始往上走 已经连续三天 超过新增确诊病例数 其中2月20号 两者的差值是1220例 30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健身病团 新增的出院病例数 均大于或等于新增确诊病例数 这充分释放了疫情好转的信号 以后这些数据 我们可以看出 当前全国总体趋势向好 疫情爆发的趋势得到控制 已有部分省市 出现新确诊病例的零增长 就刚才PPT里面 那个白色的那些省份 那是零报告的省份 但是呢 湖北省和武汉市的 新增死亡病例还比较多 我们仍然要高度重视 从全国来看 一定要落实好科学防治 精准实测 分区分级应对的要求 差异化推进以现役为单位的 疫情防控 和恢复经济社会秩序的各项措施 严防疫情的反弹 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总体战 主机战 谢谢 谢谢